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产业趋势报告 生计大未来 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要带您来看 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动的 主流产业 生计产业 台湾其实也有突破和成长 生计心要陆续的进入临床阶段 尤其台湾短短7年以内 有20几个新药进入三期临床 其中有不少已经向美国和欧盟扣关了 事实上最近全台湾遭到了禽流感的肆虐 但是台湾不用怕 台湾研发疫苗的实力 是位置于世界前五大 而现在也已经研发出来H5N1疫苗 甚至还有研发伊波拉的疫苗厂商 都不排除未来会和台湾合作 一管一管的疫苗 未来很可能都是大流行病的救星 台湾制作生计疫苗功力 堪称世界前五名 包括像台湾现在爆发的H5N8 以及新种H5N2禽流感 一旦发生情传人 台湾生计厂早已研发好 H5N1疫苗作为基础 只要进行调整就能打入人体防疫 中间新闻现在是直集 全台湾最大的疫苗生产线 不过要进去之前 一定要做好重重的防护措施 洗手杀菌 全副武装 向进疫苗生产线一点都不能马虎 全台最大的疫苗场区里 宛如迷宫般 每条产线都会规划路线 就怕人体上的细菌会破坏疫苗 防护措施相当严谨 一进到生产线就能看到疫苗的原液 必须经过调配才能注入真剂里 而原液最传统的制作方式 就是把病毒打入鸡蛋里 采样病毒变成抗体 需要花费三个礼拜时间 再跟食盐水进行调剂 把做好的原液 利用填充设备打入针筒里 过程完全不能有任何空气跟细菌 这台冲简机造价进一元 目前的设定是一天12小时 能生产10万剂疫苗 一整排疫苗 整装完毕 进入针筒卸载机之后排排站 准备再进行彻底检查 就怕制作疫苗过程出了差错 经过19个镜头机密侦测之后 才能开始包装 经过重重检查 最后放入推杆 然后再贴上标签 这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 所看到的疫苗 最后一关 要再经过人工检查 才能出货到医院 台湾唯一制造疫苗厂商 一个月能生产150万支流感疫苗 10个月最大满载量 能达3000万支 我们的设计是两天一批 每一批有10万剂 那以这样子来计算 看我们生产周期有多长 它的批量就是有多大 假设是这样子的情况 一个月就可以有150万剂 台湾的疫苗产量惊人 也是最大优势 尤其是流感疫苗 除了供给国内使用 还能外销 而特殊疫苗 包括H7N9的禽流感 台湾已经进入第三期 临床实验阶段 最快今年就能量产 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个研发 禽流感H7N9疫苗的国家 肠病毒7一型也已进入临床实验 被视为世纪病毒的伊波拉 全世界只有两家生技公司 正在研发 其中一家就找上台湾的疫苗厂商 未来甚至不排除 有合作可能 假如将来 它的产量要大幅增加的话 是有可能会 由我们来继续做后面这一段 另外一家生技厂也花了6到8亿 在新竹的生育园区盖厂房 要生产疫苗 预估以免产量能达1000万支 工人加快脚步施工 另外一家生技公司 砸钱盖厂房也要投入疫苗产线 预计将手上的肠病毒EV71 以及H7N9流感疫苗 进行二期临床试验 生技厂商卡位 看准的就是这股庞大商机 根据调查2015年到2017年 全球疫苗商机达上千亿美元 而台湾狭者能快速量产优势 加上丰富食物经验以及研发能力 疫苗产线又是亚洲 唯一通过欧盟认证 大陆 日本 韩国 未符合国际标准 所以无法出口 因此让不少国际生技企业 选择跟台湾合作 它的获利的回收 就不像一般的药品这个样子 但是它时间又特别的长 风险又特别的高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产业 但目前困境在于台湾不是WHO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 进入国际市场变得绑手绑脚 加上利润低 产业发展得很辛苦 事实上一个疫苗研发制造 最少也要十年时间 不少国际大厂无法附和 包括瑞士 诺华 美国 百克 纷纷遭到并购 台湾厂商苦撑下去 朝着降低成本 提高获利目标前进 站稳国际市场也是当务之急